就怕被外界划上诈骗王国等号 柬埔寨内政部长苏庆下令清查境内除了外交领事人员外所有外国人 上半年已经查获74起人口贩运 逮捕83名嫌犯救出156名被害者 这次行动也让当地诈骗员去解放人 以往开出高额赎金全部打折有赚就好 专家说柬埔寨值得拯救国际形象 是为了明年将在当地举办的东南亚运动会 以及东南亚帕运会 而中国大陆施压更是主因 但也发现有部分诈骗园区大老板 其实是来自台湾的竹联邦龙哥集团 金江旺的情姿显示 证明龙哥是台中地区的大哥 早年都做高利贷转做诈骗致富 后来到柬埔寨设员区 每年进贡给当地将军的金额都以 一来计算 但知情人士透露 最一开始在柬埔寨插旗的是北联邦 另外卡在两国中间的泰国也被人生集团当成中转站 财装往缅东缅北柬埔寨金三角园区 尤其开开园区离泰国只有一盒之隔 要偷渡十分容易 我国驻泰国代表处也展开行动 和当地警方配合直接在机场拦截 短短两个礼拜内已经成功营救将近20名国人 当众有被害男子逃到机场求救 还有被害女子躲在机场厕所6小时 都有代表处出手救回 统计4月至今受理的案件近90多人 但其实更多恐怕适用透露的方式 存在更多黑数让营救更难